二日前日新新聞的報導 臺灣退役軍官有九城市共諜 在國內掀起了波蘭 臺灣日本關係協會會長蘇嘉全表示 不管揣測背後原因 但相信外交部已經把臺灣的內場 還有事實都講得很清楚 曾經赴日留學的學生認為 日媒報導前通常會先查證 可能是引用的消息來源有誤 或是臺灣轉譯問題引發的誤解 那一種彼此的關心 這個不是全世界其他國家 能夠做得到的 日台交流協會舉辦日本留學獎學金同學會 今年再提供30位臺灣學生到日本留學 展現臺日友好 但近期日經新聞一篇報導 卻提到臺灣退役軍官九城市共諜 退役後到中國出賣情報 引發臺灣從上到下關注 我相信外交部已經講得很清楚 根據臺灣媒體轉譯 日經現場報導專欄破針 提到中國利用代理人操縱臺灣輿論的現象 引述不具名消息來源 認為臺灣軍隊最大的問題是共諜太多 還形容總統蔡英文上任到現在 也無法掌控軍隊 國軍幹部和歷屆國防部長 被外省人把持等等 不少錯假訊息讓政學界質疑究竟是日媒引用錯誤消息來源 還是另有立場 事實上這是日經連載的系列報導 以臺灣未知的真面目為題 其他篇也談到潛伏在臺灣軍中的死角 半導體 甚至還探討蔣介石的曾孫蔣萬安 當選首都市長 二零二八年能選總統等等 只是日媒形象一向嚴謹 深入報導錯誤引用也引發討論 之前應該是會先有這個查證 或者說他有什麼樣的佐證的資料 他才會做出這樣子的一個報導 因為這個比例畢竟是蠻高的啦 所以說這個我個人是持比較保留的意見 曾經赴日留學的學生認為這樣的錯誤論述 可能來自日媒引用的消息來源有誤 或是臺灣媒體轉譯問題才會引發誤解 這是臺灣九成退育軍官是共諜的指控 完全不是事實 也在國內掀起不少波蘭 這是曹天 周庫峰採訪報導